这一次杰克老师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如何让一份Word文件中同时拥有直式跟横式的编排方式 在使用这个技巧之前呢 我们需要先在常用里面将显示我们的编辑标记 编辑标记让它显示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现在是有Enter 或是有分页甚至是分段落的一个标记符号 当我们打开了这个选项以后呢 接着我们这一项技巧主要就是用到分 主要就是用到分结符号 在分结符号里面呢 我们可以设定这个结里面呢 它的格式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我们在这一份文件可以清楚的看到 这一页里面是直式 但是在下一页呢 竟然出现了一个横式的表格 而且横式的表格左右两边都被切掉了 因此呢我们需要将表格页呢 变成横向 所以请各位同学呢 首先呢在这个中华网络商业协会的最前面呢 我们需要插入一个分结符号 请点选版面配置 分格设定 分结符号里面的下一页 这时候呢我们往上拉一点 会清楚的看到这里多了一个分结符号 分结符号后面的这边呢 我们可以设定我们的版面 因此呢这一页我们就可以把版面设定为 横向 你可以清楚的发现 上一页是直的 下一页是横的 有词可以读论出来 往下一页 是不是一样是横向 但是呢 在下一页我们需要它是一个直向 怎么办呢 这时候 各位亲爱同学应该知道了 只要再加一个分格设定 的分结符号 加完以后呢 再将这一页 版面设定的 横向 里头的版面设定 设定方向为直向 这样就全部完成了